白宫、芝西平壤取消两韩会谈 美国白宫今天指出 芝西南韩媒体有关北韩已经取消两韩高阶会谈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则对进行中的美韩联合军演低调回应 强调演习属于例行性和防卫的性质 路透社报道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 今天在声明中指出 美国会不偏不倚地考量北韩的说法 继续跟我们的盟友密切配合 北韩中央通信社今天报道 韩美联合军演是在预演入侵北韩 是两韩关系热络之际的挑衅行径 因而决定取消原定16日与南韩举行的高阶会谈 北韩并质疑 领导人金正恩下各月和美国总统川普的高峰会 是否能够一计划举行 美国国防部对于进行中的军演低调回应 强调属于例行性和防卫的性质 路透社报道 五角大厦发言人说 大韩民国和美国军队正展开经常性的年度韩美春季演习 包括代号药英2018 Foligo2018 和大雷霆2018 Max Funder2018 的演习发言人表示 大雷霆空战演习预定14至25日展开 这些防卫演习是韩美同盟例行性的年度训练计划 是以维持军事整备未基础